见过岳云鹏撒泼吗 见过吗 干什么 这些年事没有 两人家起来八九十了 咱俩欺负一个小孩 回来了 干什么 给你把馄饨货不去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吃过馄饨吗 那是那是那是 这我们有口音吗 怎么了 俩老医说咱就没有 德云社的群口能有多欢乐 每回都得逼封一个人 让岳云鹏当场撒泼的原因 竟然只是一碗馄饨 因为地方语言的差异 小岳岳管馄饨叫馄饨 然后被老郭和于谦轮流挑戏 那会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点击评论区看完整视频